男人结婚三年却没碰过老婆一下 而且还被诬陷和小姨子出轨离了婚 原来她其实是个坠血 入坠邻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被赶出邻家的她却开启了新的人生 只因她乃是龙的传人 唯一能继承龙之血脉的龙之子秦成 所以在她醒来的这一刻 医学圣典修仙秘术全部涌入到脑海中 然而当她想要感谢带她来医院的女孩时 却被拒绝了 因为女孩就她也是想为身患重病的爷爷祈福做善事 但这也同样给了秦成一次机会 我略微会点医术不妨让我去看看你爷爷可好 与此同时女孩爷爷正接受着医生的忽悠 怕到中途突然被打断 苏老先生要继续听你的保守治疗恐怕才真的要命不久已 听到如此反对自己的话 医生的情绪果然被瞬间点燃 我可是京都赫赫有名的李神医 你又算得上哪根葱也敢在这撒野 这时李医生的话才刚说完苏老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下连她也慌了 情急之下再也没有先前的肖章进止步着开始拨打120 可刚获得传承的秦成已然明白了此时叫救护车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她只能赌一把 在身旁女孩的哭泣声中 直接将初学到的医学圣点作用在了苏老身上 不久后伴随着老爷爷的咳嗽声传出 累瘫了的秦成这才把玄正的心放了下来 紧接着为了表示感谢苏老便开始询问秦成想要什么讲理 而因为自己的命都是苏小姐救命 所以秦成也直接拒绝了苏老的好 这时只见苏小姐突然来到秦成身前将她扶了起来 我叫苏婉 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叫秦成对吧 我能问一下我爷爷现在的病情还能活几年吗 可即便是听到孙女的问话老爷子却显得异常洒脱 生死有命复归在天 小伙子晚上就留下来一起吃个晚餐吧 而就在秦成刚想晚年拒绝时一道手机铃声变传了传 秦成你这非务命挺大呀 如果不想连累别人就尽快滚不来 此时看着前妻林秦成的短信秦成竟诡异地露出了笑容 随即便告别了苏老向着门外走去 而明白秦成有事要忙的苏婉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决定亲自开车去送秦成 这时就在俩人前脚刚走苏老爷子便收起了笑容 事关苏家未来有些事不得不防 去仔细查查她得底细回来报路 人回家发现自己被绿了 可妻子却有恃无恐 直接把离婚协议摔在了她的脑门上 原来男人其实是个坠血 结婚三年妻子不仅没让她碰一下 而且还使唤她如同使唤狗一样 此刻看着眼前这对肩夫淫妇 三年的委屈在签署完离婚协议的一刹那 瞬间烟消云散 可从未见过秦成对自己如此嚣张的前妻 还想追出去对其羞辱一番 直到他看到了正等待秦成出来的那道身影 让他瞬间闭上了嘴 难道这小子又傍上了富国才如此趾高气昂的吗 画面来到宾州苏家府邸 调查结果显示秦成父母双亡 还是个坠血让苏老爷子倍感无奈 想着刚刚秦成出手就自己兴许只是巧合 所以他还是决定把希望交托给了孙医生 与此同时秦成已经被苏婉带回来庄园 而秦成为了表示感谢也承诺了休息一会 一定想办法治好他爷爷的病 可关上门后他便后悔了自己说大话 因为他虽然获得了龙的传承 可那些庞大的信息量让他根本无暇流满 但时间击破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随便选了一本炼丹书就让庸人去准备材料 另外一边苏老爷子听着孙医生的主妇 已经准备放弃治疗了 而让他临死前唯一牵绊的就是自己的孙女苏婉 这时就在苏老和孙女交代后世时 秦成出现了 而且还拿了一颗无比恶臭的丹药递了管 这味道顿时让在场所有人吐了出来 见状秦成紧忙尴尬地解释 这是自己第一次练丹所以才会如此 这话一出孙医生便率先提出了质疑 你当自己是活佛寄功纳 如果这种东西能治好苏老的病 我愿给你下跪拜你为师都行 然而是到如今苏老也没有别的办法 随即只能伴着四周同情的目光将药丸吞了进去 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原本已经命不久矣的苏老在吞下药丸后 竟出现了返老还童的迹象 下一秒再见到苏老痊愈苏醒的一刹那孙医生 便直接对着秦成跪了下来 秦成你就是我苏某的救命恩人 送你一套别墅希望你务必收下 由于盛情难却秦成只能接受了奖励 来到别墅旁的他内心不免感到一阵唏嘘 没想到身为穷屌丝的自己也有住进别墅的一天 这时恰巧前妻也来这里看房 见到秦成后便再次开始了嘲讽 而听到秦成说自己住这里 俩人更是忍不住开怀大笑 这大白天你还在做梦 那我就派人让你清醒清醒吧 然而身为资深打手的金虎 见到来人后竟直接懵逼了 金虎没想到你现在混得这么惨 什么垃圾都能命令你了 话音刚落只见金虎瞬间回头 就给了林青城一巴掌 静胆惹到宾州苏家的苏大小姐身上 表思为追白赴美贷款学习了东北铁木钝 称的美女赞不绝口 真不知道你厨艺这么好 你老婆怎么舍得跟你离婚 而男人为表忠心直接选择把脸摔在了地上 表示虽然结婚三年 但自己却还是个处男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苏婉面色一名 一时间脑海中竟出现了不康画面 吓得苏婉紧忙扯开了话题 来来来抓紧吃饭 反正未来很长你的第一次我要定了 饭后在回家的路上似乎看出了小姐的心思 司机忍不住提醒着让其注意两者的身份差距 可她却不知此刻苏婉已经下定决心 不出一个月我就要让秦城名声大造乌鸦变凤凰 而秦城也没有辜负苏婉的期望 仅用三天她的境界便来到了练习二届 但同样她也明白这点实力还远远不够 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那就要付出更多的才可以 然而就在她畅想未来时一道声音突然自山下传出 走近一看来人正是包养前妻的小白脸一会 我说哥们你得罪了杨哥 今天必须废了你 可身为普通人的他们哪里会是 继承龙之血脉传承秦城的对手 所以仅是一个照面带头之人 就被一拳轰飞不知死活 这时小白脸突然接起了电话 原来是前妻的爷爷病重马上要不行了 听到这里秦城顿时内心一颤 因为他的命就是林家老爷子救的 成为坠绪后也只有老爷子对他没有另眼相待 所以秦城也没犹豫直接让几人将他送到了医院 此刻医生已经宣布了 由于技术有限老爷子可能命不久 见此情形那小白脸紧忙拿着一捆现金交给了医生 嘱咐他千万让老爷子挺过交接一世再死 却没想到秦城突然出现 而且还找来了本事权威孙医 而伴随着孙医生的加入 小白脸的吞并计划也瞬间化为了泡影 画面来到苏宅府邸 见到孙女心不在烟苏老便直接倒破了苏婉的心思 而反观苏婉不仅没有回避 反而询问爷爷会不会同意这种恋情 只要我亲爱的孙女喜欢我都会同意 不要管她的身份多低微 因为就算你喜欢一条狗爷爷 我都会让她变成笑天犬 所以三天后的那场商业聚会 就是为了考验秦城而设定的 听到这里苏婉更是坚定了信心 心想如果秦城在三天后的聚会藏下了所有 那么她就会当众宣布 邻家不要的人我苏婉要 来源受邀参加聚会 却碰到曾经的班主任和班级最差同学搞在了一起 那得意的样子简直令人惹心 听说你媳妇跟人跑吗 像你这种穷屌丝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我说老师这么多年屈炎富士的嘴脸还是没变啊 变得只有皱纹增加了好丑啊 这时在学校曾对秦城颇为照顾的班长健壮紧忙出来拉架 却没想到班主任身旁的张公子根本没买张 这里是我大哥举行了宴会 你要是再敢插手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办了 话音刚落只见张公子瞬间被一拳轰飞 而出手的人正是忍了许久的秦城 紧接着诡异的荧幕便发生了 因为张公子的大哥金虎刚现身便对着秦城开始嘘寒问暖 而且为了能让秦城消气 更是要求张公子二人将地板砖整个啃碎才能离开 这时已然明白的秦城身份高贵班主任竟直接跪了下来 可换来的却是一句好自为之 而身为当地皮鞋的金虎对秦城如此也是另有所得 原来几天后苏家将在宾州举办盛事商业会议 所以想认识大佬的金虎便找到了秦城这条线希望可以带为引荐 并且还允诺了秦城如果成功获得邀请函 他愿以一条商业街为奖励送给秦城 于是秦城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了苏家 先是把炼制好的丹药送给了苏老 然后趁机便将苏婉带到了阳台 表示金虎想参加几日后的商业聚会 如果不方便就当我没说就好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这点小事你自己做主就好了不用问我了 紧接着在秦城询问苏婉什么关系时 直接遭到了苏婉的温柔打击 下一秒秦城便找准机会一把将苏婉搂入怀中 就在这时苏老却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二人的行动 原来是槟城即将准备一场盛大拍卖会 他需要的药材正好在所以想让秦城前去获取 见状苏婉便把秦城带到了商业街 准备先买一身衣服再出发 结果显示还真的应了那句古话 果然人靠衣服马靠安啊 前妻找了个富二代声称要拍下所有商品 不料男人竟也傍上了富婆 所以在拍卖会上只要是前妻举了牌子 富婆都会以三倍的价格加价拍下商品 这下轮到前妻坐不住了 待到休息时直接怒骂秦城不要脸 抢走了他结婚要用的戒指 可秦城却根本没打算理他 只是表示人是二手的也就算了 连戒指也要二手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然而就在林青城刚要暴怒时 却被认出苏婉的张公子拦住 苏小姐早知道你喜欢这枚戒指 我直接送给你就算交个朋友好了 可张公子留须拍马的话换来的 却是苏婉的一句你也没 随即只见苏婉拿起刚用五百万拍下的戒指来到窗前 这种货色我是根本瞧不上的 如果两位喜欢那就去楼下的水池里找去吧 说完便带着秦城离开了现场 而为了让林青城宽心 张公子只能承诺一定会为他拍下压轴商品 画面来到拍卖现场最后一件商品乃是一条古典项链 看着苏婉一脸花痴的表情 秦城便毫不犹豫直接给出了五百万的高价希望一次结束 可张公子却始终以多出一点的价格故意拍价 明白这么下去太浪费时间 索幸秦城直接喊出了两千万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现在没人打扰了我能为你戴上这条项链吗 下一秒在一张修红的脸和一道细微的回答过后 那宛如仙子一般的女孩加上项链的点缀简直完美气 紧接着秦城便抓住机会对着苏婉正式表白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身份和地位你会答应嫁给我吗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苏婉微微一笑 表示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 况且我一直很相信你未来一定可气 时间线来到夜晚时分 秦城通过这几天的修炼实力已经突破到了练起三界 这是一段手机铃声突然打断了秦城的修炼 秦先生我是金虎 工地出了点是麻烦你能抽时间过来一趟吗 建筑工地经常死人可算命先生竟说他是风水宝地 而这个男人却坚持工地下方有脏东西必须挖出来 见状先生就和男人定下赌约 如果没有挖出东西你必须为自己的物质道歉 不久后在工人挖到地下五米深的地方果然发现了端倪 紧接着一个散发邪气的盒子就被端了过来 而看到盒子内的东西后 算命先生立马询问金虎最近是否得罪了什么人 原来盒子里的匕首乃是凶邪之物 埋在工地下定会引来血光之灾 可面对金虎渴望被救助的眼神 对此没有办法的先生也只能将目光看向了秦城 这时令俩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因为秦城竟提议自己把凶邪之物收下带走 而秦城之所以如此并非真的不怕死 只是因为在这个邪恶上他感受到了和苏老身上一样的气息 随即秦城便把目光转向了第二天一早的苏家商业聚会上 而就在他准备步入会场时恰巧又碰到了前妻二人 紧接着林秦城便开始嘲讽秦城冒充林家人混入会场 并且还叫来了保安想将秦城赶出去 不料保安竟直接抓住了他的手 下一秒伴随着林秦城的一阵辱骂声他便被保安抬了出去 而下达逐客命令的正是苏家大小姐苏婉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苏家即将要力捧的新人就是他秦城 见此情形秦城也没客气 表示自己一定不会辜负苏家的栽培 将来还要将苏婉名媒正举回家 而就在秦城被苏老拉着认识冰城各路大老时 只见秦城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恕我直言您最好把手串扔了 否则几日后定有血光之灾发生 可身为剑材大亨的陈宽却直接否定了秦城的提议 不仅怒骂秦城诅咒他不懂理 而且还吩咐手下第一打手刀疤脸去给秦城点教训 此刻一旁的苏婉虽然也替秦城担心 但明白这次也是为了考验秦城的能力 便将心中的冲动按了下来 可他也没想到秦城竟然直接躲过了刀疤脸的攻击 还顺便一拳将其轰飞了数米 反观刀疤脸起身后已然明白了秦城并非普通人 紧接着他像是按动了什么开关一样 气息爆发间实力隐隐约约竟有突破练起三阶之气势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这空间 刀疤脸已经做到与秦城部分伯仲甚至有点反超的意思 所以秦城便决定智取面对刀疤脸飞来的一脚 直接选择正面应接 利用地面爆发的烟雾间隙 突然一只大手凭空出现 下一秒在抓住刀疤脸的同时 用了一记事大力尘的反摔瞬间让刀疤脸失去了战斗力 而伴随着刀疤脸认输的声音传出 这场闹剧终于还是以秦城获胜而告终 直到这一刻陈戎才真的认为秦城所说的话可能不是空穴来风 但由于面子上实在过不去 他还是硬着头皮看向了秦城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三天后我没事 那你必须在全城人面前向我道歉 反之我也一样你看如何 不久后在秦城答应完赌约时间很快变到了夜晚时分 这时正在喝酒聊天的秦城突然被一个美女叫住 这时爷爷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 而当秦城打开林老爷子给他的盒子后 吴尔亲戚四个大字瞬间映入了眼帘 离婚少年收到前妻信件本想当面阅读羞辱他 却被现任女友突然抓住了手 你特么想丢人换的地方丢 去密室看完赶紧回来继续参加宴会 而事实证明有时候真得听习父话 因为这封信的作者并不是前妻 而是他从未蒙面的父亲写的 大致的内容就是让秦城实力没达到一定程度 千万不要去找他们 特别是京都的母亲周晴 看完信秦城只能无奈选择听从父亲的建议 想着先把宴会应付过后再去想办法提升实力 而苏婉本想询问秦城信件的内容 可还没等他开口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不好了陈宽陈老先生家里出事了 陈老夫人像着了魔一样在家拿着刀疯狂砍人 求求你们救救陈家吧 然而事出蹊跷一时间苏老也一头雾水有心也无力 这时只见秦城突然自告奋勇想去陈家看看 而明白秦城不会打没把握的仗 苏婉也就没阻拦便让秦城代表苏家去帮忙 与此同时在陈家别墅场面早已一片狼藉 所以见到秦城的身影后陈老便气不打一出来 可秦城却没理会他的咒骂只是看向手串 表示如果你现在还不扔掉他 那么想扔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可是我在南佛寺求来的开光之物你说扔就扔 然而看着秦城坚定的目光 一时间陈公子竟眼神闪避不敢与其正面对峙 幸好风水先生及时出现才没打破他的谎言 只见白大师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条困鞋锁面 可也仅是坚持的数秒就被陈夫人挣脱震随 而他虽然看出了陈夫人乃是被邪物附体 但由于实力有限根本无从下手 面对陈宽的多多相逼只能指向了秦城说他定有办法 而秦城也同意了出手但却有条件 只要把你家的所有珍藏药材都给我我就帮你 见此情形陈宽只能选择妥协答应了请求 紧接着听到秦城的怒吓声这才乖乖地交出了手串 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但落在我手里代表的就是你的死气 下一秒伴随着手串被秦城震碎 陈老夫人终于摆脱了邪物昏睡了过去 而见到情况不妙陈公子本想溜之大忌 却被保镖拎脖子抓了回来 这里说话不方便 将他带回苏公馆再细细盘问 别书中一个男人正遭受着毒打 只因他拜佛式偶然获得一串手链 将他带回家后差点令家族家破人亡 原来这串手链正是出自于 槟城最大邪修门派玄冥府之手 可玄冥府掌门实力远在秦城之上 为此秦城便决定将刚刚获得的所有药材 全部吃掉想以此提升境界 却没想到吃了一晚上也才勉强达到炼器六层 而且倒霉的还不止这些 因为就在他梳妆打扮来到苏家府邸时 发现秦帝已经提前一步见到了苏老爷子 瞧你这副寒酸药 我怎么就不相信是你救的苏老呢 这是我派人从雪山上采回来的天山雪莲 送给苏老定能延年一寿 然而话音刚落换来的却是秦城不屑一笑 只见他突然拿出一盒丹药 这是我昨晚炼制的修灵丹 比那天山雪莲效果强百倍都不止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二人怒目相识 随即男人竟突然抓起苏婉的手 表示自己未来是要当苏家女婿的人 可你在这里争太掉档次 然而秦城听完他的话却显得异常淡定 如果你不请我不愿这样的感情都拿出来炫耀 很明显就算小丑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说完还特地将男人的手推开 表示前大家都有 但你那脸家当说实话我还真没看上 见此情形男人已经明白耍嘴皮子是爽不过了 情急之下瞬间双眼怒争 直接对着秦城的胸口就是一拳 可一个普通人哪里会是修仙者的对手 因此男人这下不仅没伤害到秦城 反而把自己的手臂震成了骨骼 紧接着痛苦的嚎叫声便传遍了别墅的每个角落 你给我等着 过两天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无形中又多了一个仇家顿时让秦城一阵头大 并且听着苏老的叙述 迪瑞杰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家 可现在秦城却没时间想这些 苏老和苏婉你们听好了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 男人在女人面前发下毒誓 误出三年定要让他重新站在京都的顶峰 可吹牛逼之前首先还是要解决眼下的问题 因为前几天秦城在京虎工地发现了一把诡异匕首 如今他竟和陈宽那条手串有着同样的诅咒气息 而无论是京虎还是陈宽目前都和苏家逃不了关系 所以秦城便把有人在暗处要对付苏家的结论告诉了苏老 然而爷孙俩听完竟同时笑了起来 原来俩人早就知道有人在暗处要算计苏家 但由于对方实力太过强大所以只能选择姻缘 你听说过京都吗 曾经的我们也是京都苏家的一份子 而苏府在京都也算得上顶流势力的存在 但由于变故我和爷爷不得不搬出了京都 通过白手起家这才在槟城打下了一片天地 说到这里似乎想到了当初的不容易 苏婉也在这一刻发起了毒誓 终有一天定要把当初的耻辱全部还回去 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嚣声 原来是刚被打的那小子的老子找上了门 见状秦城便决定独自来对付此 可这姓敌的老家伙说话实在太过刻薄 进门就开始埋态苏家是从京都逃出来的狗 相中了苏婉乃是她的福气 说完还表示今天如果秦城不向她下跪道前 就要利用槟城资源让苏家在这里除名 说到这里秦城显然已经坐不住 紧接着只见她玉手一挥 下一秒一道光柱便以驯为之势射进了迪某的脑袋中 然而当迪某发现自己并没有大碍时 便放下狠话转身离开了苏宅 随后再看到爷孙俩一脸愁容秦城这才躺来 不用担心我已经用法术控制了她 不出三天她定会登门致歉滚出槟城 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营运 竟掰开腿让女助理坐上来才肯签合同 可女老板却抢着表示岁数大的先来 这时只见男人突然一把拽住女助理 哥就喜欢嫩的 想要达成合作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就在刚刚秦城和京湖准备去京城采购药品用来提升实力 为此来到客运站的京湖还在埋怨 像秦城这种身份为啥不买辆豪车看 你懂什么 公共交通省钱环保而且没准还有艳遇 然而上车后她便后悔了自己异想天开 以至于到达秦城时由于拥挤颠博位都吐干净 这时一道稚嫩的声音突然传来 来人正是秦城的大学班长龚瑶 原来她也是因为公司裁员被开除 才来秦城投靠她姐姐做主 而且龚瑶的姐姐刚看到秦城便给她来了个厦门鲑 十块钱的T恤地摊上的鞋 我说妹妹这是你从哪个垃圾堆里挑出来的朋友 这时其男友听闻秦城之名突然发出惊呼 难道你就是那个风头正盛的冰城苏家准女婿吗 可见到穿着简陋的秦城 姐姐只愿相信俩人应该是宠明了 随即便警告秦城俩人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离公瑶远顶 但实际上姐姐乃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代表 虽然表面上对秦城俩人侮辱但还是请了二人吃了顿大餐 摇摇下午你陪我去找秦城二剑的李总签一份合同了 然而李总好色的名声早已名扬在外 对此看着有些担忧的公瑶 秦城便表示一同前去这样有情况也可以出手保护一下 而为了公瑶的安全姐姐也同意了秦城的请求 没想到当俩人到达秦城二剑时果然如众人所愿 看着年轻的公瑶李总表示想签合同可以 只要你坐在我的胯下陪我玩玩就签 紧接着看到姐姐明显拒绝的态度 李总仗着有槟城迪家撑腰更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直接一把将公瑶搂进了怀中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一个小时后进来签合同就可以 这时只见姐姐暗地里已经拨通了秦城的电话 下一秒俩人便突然闯进了办公室 而就在秦城和李总做自我介绍时 突然加大了握手的力量 差那件犹如杀猪般的嚎叫声便传了出来 之后在秦城的威逼力诱下李总最终还是签了合同 但随后就给宾城迪家发去了信息 那个叫秦城的小子在我公司 素来 66岁大爷得了一种怪语 浑身搔痒无比身上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巡逻 可即便是当地最有名的大夫也拿着病没者 老爷子万念聚挥间这才想到最规祸手 随即他便敲开了苏家的大口 进屋直接对着轮椅上的老人跪了下来 难得此人禁令一向和蔼可亲的苏老强制换了一副嘴眼 有因必有果 如果你想活命我只能告诉你救你的人在清场 另外一边李总正对着秦城俯首贴耳 先是大鱼大肉又是百年穷酿而来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拖住秦城等待他的救星到来 所以在救兵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便立马露出了原形 我说哥们你还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像你这种小别三还想英雄就没少特么做梦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刚才我只想要赢 现在这俩小娘们我都要了 这日只见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看着救星迪老的驾到李总刚想出言公围 却没想到迪老根本没理他 只是拿着房产证逼宫必尽地来到秦城面前 表示能不能用这栋楼来换他的康复 紧接着看到秦城手指向自己的李总干都差了 那态度转变得甚至比川都变脸还快 表示合同虽然被损毁 自己立马再去打印一份过来立刻钱 见此情形秦城也没废话 直接将手按在了迪老的脑门上 下一秒伴随着一道道真气进入体内 完事后迪老不仅痊愈了 甚至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几岁 秦老弟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房产证你务必收下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先走了 直到迪老退出了房间公围姐姐这才后知后觉 原来秦城真的一直在伴猪吃虎 但无论怎样项目还是顺利拿下为此也要感谢一下 然而感谢之余姐姐还是忍不住提醒秦城 不允许打他妹妹的主意 直到秦城表示自己有女朋友了 这才放下心来 结婚十年男人以为女人有病才不愈 而女友却坚持是他不行 为此男人便决定去药厂拍卖会 买点中药暗中调语 恰巧碰到当地大明星楚西云大驾光临 原来由于他爷爷患了重病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此买药 所以不论是谁和他抢药品 他都会以数倍价格拍下 但秦城这次来秦城也是带着必胜的信心 凡是他相中的东西也断然不会心慈手软 紧接着拍卖会开场的第一件雪深便也二百万起拍 可眼界开阔的秦城显然看出了药品的不足并没有举牌 与此同时坐在下方的楚西云也在等待压轴药品的到来 所以不久后伴随着音乐响起好戏便开场 伴随着一件起拍价一千万的祖传山深被抬了上来 在做了简单的甄别之后 秦城举牌的同时果不其然 楚西云立刻以一倍的价格同时举起了牌子 此刻显然无论是出于对药品的需求 还是男人的面子问题秦城都不会轻易罢手 可即便是秦城再次将价格提升至三千万 楚西云一样会以比他高的价格再次出手 然而就在秦城喊出八千万认为女人会妥协时 却不曾想这娘们只是咬咬牙 一个亿的价格便瞬间轰动了整个拍卖会场馆 此刻似乎看出了女人必胜的决心 就在秦城决定放弃竞拍十一外却发生了 不知楚老爷子是何原因突然晕倒在了会场上 一时间就连跟随而来的四人医生也无从下手 情急之下楚西云竟想让主持人当场将山身熬至令老爷子扶下 这时只见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并抓住了他的手 如果你不想让你爷爷死的话就立刻住手 紧接着便在四人医生的懵逼中给出了解答 给枯竖施肥会加速其死亡的道理你不会不懂的 听到这里楚西云显然也明白了秦城不简单 随即便允诺秦城只要救活爷爷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而秦城的条件正是那株价值一亿的山身 男人只凭做梦想象青山绿水就能把垂死之人救活 这类似江湖骗子的操作把患者家属都惊呆了 原来男人有个拥有龙之力的跌 为他留下龙之传承可以提取无尽生机 伴随着能量窝洞自男人四周传开 一道光柱郑重患者眉心 一个垂死之人就这样被赚回了人间 而当秦城将报酬千年山身取走时 作为患者家属的大明星楚西云竟对秦城提出了晚饭邀约 却没想到被秦城一语否决 为此从未吃过闭门羹的楚西云只能露出尴尬笑容 听着身旁同伴惋惜的话 秦城突然想到了什么 突然回头看向楚西云表示 老爷子要想康复每隔两个月就要找他买药 而且必须当场炼制药品不能提前准备 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 每颗药丸就收你两千万就好 话音刚落 楚西云刚想吐槽秦城割韭菜 可秦城却没给他机会直接转身离开了会场 不久后当秦城返回槟城苏府时 发现客厅内正站着两位不速之客 秦小兄弟回来了我就不多留了 说完在路过秦城时还特意看了他一眼 就在这时老人身旁的小伙突然发出一声冷笑 紧接着竟在暗处对着秦城发起了攻击 却没想到已经突破置住机 西亿街的秦城仅仅用了一只手 便轻松挡住了攻击还把小伙正面击退 二位好走天黑路拔注意安全 而作为普通人的苏老爷子自然看不到俩人的暗中交换 只是将秦城叫到身边表示自己目前身体也在逐渐康复 过几天就打算搬到省城去住 家里的产业就留给你和苏婉打理 这样一来家中就只剩下苏婉和秦城两个孤男寡女 为此苏婉不免面色一红表示 倒是你住一楼我住二楼别想太多 与此同时在车上刚当的小伙还在被询问秦城实力如何 据我判断秦城应该是一名术士 而作为舞者的我要想赢他只有一种方法 一旦被我近身抓住弱点他将必死无疑 林少傅每天躺在沙发上包袖完手机 终于刷到了有关他前夫的消息 前夫背后的靠山退休养老让他喜不自身 紧忙劝说小白脸趁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 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 只见一群陌生人直接闯进了俩人家中 紧接着领头人更是放出一条巨大无比的虫子对着二人洗去 而这群陌生人利用虫子蛊惑人心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这样既可以达成少傅的目的 也同样实现了黑衣人的目标 另外一边苏家豪宅处此时正是一片祥和之气 苏老爷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先是将企业全权托付给秦城 而后又是将孙女苏婉的安全交给他 然而就在轻狂好友刚刚目送着苏老离开 还没等苏婉反应过来众人的态度 便来了个180度反转 扬言如果苏婉压力太大公司 完全可以交给他们来打理 所幸有秦城在场这才没敢太造词 怀怨了几句便都个怀鬼胎的离开了苏府 而即使早就对这帮亲戚有所防备的苏婉 在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时候 内心不免还是感到一阵恐色 因为欲望相征此刻的场景 他甚至连渔翁是谁都看不透 见此情形 秦城只能先把苏婉带回自己住处 让他先休息一下 不曾想惊苦突然从别墅中跑了出来 表示刚刚有个穿白衣服的闯进了别墅 自己根本安不住 简单思索了一下 秦城便知道了来者身份 应该就是前几天在敌老身边的那个舞者 话音刚落只见苏婉突然捂着胸口轻声细语 千叮零万嘱咐 让秦城千万不要再打架了 我现在只有你 随即当俩人走进别墅后 为了打消苏婉的忧虑 秦城也是放低了身段 那卑躬屈膝的态度搞得舞者直发猛 之后更是在将苏婉送上楼后 主动询问舞者喝什么茶 现在就为他跑 可让秦城万万想不到的事就在气掌茶时 舞者竟选择从背后偷袭的方式 突然对秦城发起了攻击 来人花费五千万从菲律宾请来顶级杀手 没想到最后换来的却是一句且行且珍惜 只因杀手来到目标家里 经过三番五次的暗杀都没有成功 他先是从背后想要把秦城脑袋抱将 却不料被秦城恰巧低头躲过攻击 而后又是在秦城泡茶的间隙 悄悄来到秦城身后使出致命一击 可这招不仅没有击中秦城 反而自己的手掌掠过秦城头颅撞向了墙壁 紧接着看到秦城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后 杀手终是没忍住从背后拿出了刀 利用舞者瞬移来到其身旁 可最终还是被秦城巧妙化解了攻击 直到这一刻他似乎知道了秦城不紧的 随即在面对秦城询问自己来此何事后 便声称还有事就先走了以后再来拜会 我已经给过你三次杀我的机会 你不会真的以为这点小把戏会瞒住我吧 见到事情败露杀手本想摆出架势一决胜负 不曾想他甚至连秦城的动作都没看清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证 他也只能双手合十奋力格挡 可那力道似乎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围 随即只见秦城只是稍微加大的力量 男人便被瞬间正推倒飞而出 直到这一刻他也真正明白了 俩人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子上 这是给你的第四次杀我的机会 你都没成功还真是没用啊 是迪瑞杰派你来的吗 听到问话男人也只能诚实回答 表示自己是收钱替人办事 还请秦先生饶他一命 回去告诉迪瑞杰看在苏老的面子 我已经给他两次机会 如果还有下次谁的面子都没用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 迪瑞杰正等待好消息到来 然而接到杀手的电话后 对话的内容竟让他瞬间暴露 迪瑞杰我可是劝过你了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倒是殃及的僵尸整个迪甲 这时只见一道鬼影突然出现在迪老身后 你想要获得力量吗 和我合作 我就是那个唯一能帮助你战胜秦城的人